唐姐今天做的是大珍珠号 那么拿到公司的这个盟票以后呢 要来这边换票 我们看看这个是在Liver City上传 Liver City现在是超漂亮的 很多的工艺品和它泰国味道很浓的一些艺术品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 你在Liver City啊 你看它这些泰式的服装 我都是觉得好漂亮 这一件如果是敢穿的人你看漂亮了 真的是这个出席一些宴会啊 一些party啊 这个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里面有各种各样很多 但是层次都很高 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来问我 说泰国定做衣服西装是不是很漂亮 对啊 如果一些身材埋不到特殊型号的 可以来这里定做 泰国定做西装 真的是做得很棒 本来想在梅南河边上拍一些夜景 可是雨下的不要不要的 好大呀 超大的雨 哎呀 今天的夜游要怎么游啊 雨太大了 Liver City啊 现在变化好大 如果是来到这边拿票以后时间还早 我们完全可以来看看工艺品服装 它这里的东西款式都很时髦 完了这工艺品啊 你要选真的家里能够是喜欢这种文化跟摆饰的话 这里可以挑得到很多的好东西 哎呀看到那几件服装我都又开始心痒痒 这个Liver City它时不时的会推出一些艺术画展啊 我觉得泰国这边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画的东西要宣传的一种理念啊 每一幅画他都有他的一种意境啊 所以唐姐是只是会觉得哎 这幅画的感觉他要再说什么 但是呢不到那个水准啊 所以呢 我很喜欢看画展 毛隆隆的这个我都用手去摸他一下 这个表达的非常好 大象是吉祥物 但是他通过画来展现大象 这个啥意思要敬烟吗 这个小梅人 那腰身三寸腰 唐姐真是选了个好日子 大风大雨 哇塞 这个等一下这个船要怎么开啊 哇塞 全部的人都是在刮水 那个水根本刮不掉的 他这个雨太大了 泰国人的性格真的非常好 十月三十一号啊 正好是鬼节 哈洛宴啊 这个南瓜灯啊 这个半鬼啊 所以呢 泰国人是什么节都过 刚刚吃完吃完酒王摘 接下来又是哈洛宴 哎呀每个假期都不能少过 泰国人的自海 大珍珠号和璀璨号 拿着订单来到这边换票 Liver City的二号门门口 啊这个夜游船呢 可以经过巴斯王桥 好皇宫黎明市夜景所有都可以看得到 在船上呢还可以吃自助餐 等一下唐姐上船以后再为大家拍一段 上船的时间是七点半 结束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啊九点半 大概差不多最晚也十点钟就可以靠岸哦 大珍珠号和璀璨号在夜游梅南河里面 他的船算是最好的餐也是最好的 但是价钱也是最好的 可是物有所值贵有他的贵的道理 啊唐姐喜欢这一家的船 谁要订这个大珍珠璀璨号的 那么唐姐会把静号旅游的 这个置顶于唐姐的视频上面 谁要订的话直接可以跟这个静号旅游联系 虽然下着大雨 可是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歌迹牛一份 他们的试唱歌连继继继继继续 F chillte 什么不知道 这一یا简单的 GUONK 这些东西 这一边的试唱歌迷录 这边的试唱歌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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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央粿里面好多蘑菇呀 我帮你要了一个东央粿蘑菇 这个好像虾也还很新鲜 它的菜色非常的好 这个是咖喱螃蟹 可是唐姐是吃一块吧 意思意思我今天下午在那边的吃蛋糕 下午茶吃多了 但是我想吃点蔬菜 这个是西兰花 我平时在家里面西兰花也吃的不多 所以想吃点蔬菜 有蘑菇 我喜欢吃这种的蘑菇 真的是吃不下 我今天不晓得这是鱼 我要一块吧 这个是酸甜鱼吗 一块 哇土豆什么都好吃 可是我好像觉得自己吃的太饱 等一下浪费就算了 不吃了 我再吃一个要一个虾吧 哇如果是谁喜欢吃这个虾什么的 还是真的可以来这边 这个是猪肉 这个我肯定是不吃 我一吃晚上都不要睡觉了 这个是空心粉 但是空心粉里面我可以要两条小木鱼 这种的 这个 我要一点点海鲜 跟这个是淡菜 这个可以 但是我真的吃不下 但是它东央供好过瘾 还有个小面包 它的品种好丰富 这个小番茄也好新鲜 沙拉 哎呀我今天是亏了亏了 这么多好吃的 再来点玉米 这么多好吃的 我都吃不过来了 哇还有剩鱼片 来两块剩鱼片的 哎呀这个如果不吃 是不是真的是亏了呀 哇还有还有农金跟这个送丹 哇哦它还有那个 这个 芥末 我得要有一点芥末 因为我吃生鱼片 我们的船开始出发了 哎呀唐姐今天亏大了 在外面吃太饱 上了船以后看什么的好吃 可是真的是吃不下了 但今天雨下的超大的 所以呢 等一下这个黎明寺 皇宫啊巴斯王桥啊 可能我们上不了楼上的这个 这个呃 甲板 所以呢呃这个效果拍出来不一定好 但是这种体验很好 每个人每个人吃的口味不一样 哦 她的东阳供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实际上我不是要吃虾 我是要吃她的蘑菇 她的那个蘑菇啊 进了这个东阳供的汁以后 哇哇一口爆浆的就很好吃 完了之后山文鱼因为很久不吃了 正好她有寿司我就吃一点点 哎呦今天唐姐的战斗力一点都没有 就浇了蘑菇汤浇点茶就这么一点 就这么一点我还是对自己说要吃一点不吃就亏了 哎呀敬业精神啊 就是下着雨 我也得要来拍一下皇宫啊 这个在塔长这边啊 上了码头以后直接可以走到皇宫 所以来皇宫的话可以坐船啊到塔长下来就好啊 今天的雨是太大了 可是啊难得回一次曼谷 所以我还是要出来拍一下皇宫 等一下还有黎明市 我们再往前一点就到巴士王桥 他的手指好软呀 穿着这个泰国啊 那个年代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服装啊 他所有的头饰 主要是他的泰国舞的手和他手上戴的这个东西 非常有泰国的特色 非常有泰国的特色 说道明That is gold free I want to touch everything I want to get a kiss from myself I want to touch everyone 大珍珠号码那就要靠岸了 谭姐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